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导学生建立互相尊重的态度 例如打一个例子 有一老师想以用花名去拉近私生关系 就以阴春 称呼某一位同学 该同学听了后 非常错愕 且怕因此被人取笑 教育局分析该情景指 教师的做法忽略了学生感受 且会带起带头作用 使其他学生访效 而相反 学生叫老师花名 教育局也认为教师应秉持专业形象 不应让学生以花名称呼自己 如果不是 就会好像这样 不方不打成一片 我们以后就用朋友的方式相处 你有什么都跟我说 好吗 好吗 知道 叫我旁边帮我来 没用 打 打 等一下 你捉球部吧 起脚踢吧 打手